成果 哈囉哈囉 我是花花 今天的花媽手作呢 是要做兩道甜點 這兩道甜點呢 都做雙皮奶 一個是通過像這樣子 現在偷懶的方式 用雙皮奶粉就可以做的雙皮奶 一個就是阿拉媽做的家常的雙皮奶喔 那個味道率會有一點不一樣 那我要先來做花花做的這個方式 像這樣雙皮奶粉的話呢 要在淘寶或是在京東上面都可能買得到喔 台灣不知道為什麼買不到 我之前是空運的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可以買看看 那麼下面就要開始做啦 好了 我們這個600cc的血呢 已經開始沸騰 有看到嗎 就是它有就是燒開就可以 就用到非常之沸騰喔 就是8、90 度差不多就可以了 現在呢 欸 要慢慢來看 我們要把這個 雙皮奶粉要倒下去喔 就是我買的這種雙皮奶粉 它本身就有帶甜度 你不需要再而外加糖什麼的 你老大吃重糖也沒必要喔 因為等我們做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下面加水果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再加 好了,我們現在要慢慢把我們這個100克的奶粉倒下去 然後一直攪拌 好多 過大一點 它還是不停不停地攪拌 一樣是使用大火的部分 一定要讓它們攪拌均勻 這樣的話要維持5分鐘到10分鐘 它就會比較這個柔化的比較細緻喔 會有一塊一塊的 那個方角這樣比較細 在家裡不管用什麼鍋也可以煮喔 說真的燒開水那個也可以 只是你煮完之後要清醒的感覺 而且那個快煮鍋太快了 看等一下就沸騰了 這個火候要怎麼攪拌喔 如果人家在外面做的話 就是你這小麥吧 什麼鍋都能搞 我之前一直在外面做啊 像這樣的亂七八糟的一個 什麼鍋我都會想幹嘛搞出吃的 像當上面也是啊 你只要像我這樣不停地攪一隻腳 一隻腳一隻腳 雖然就是它已經省略了很多的步驟喔 但這還是要用的 它的口感其實做出來是那種滑滑的 QQ的 但又不算QQ就是滑滑嫩嫩那種 嫩豆腐 對就比嫩豆腐吃起來 味道口感會更瘦滑一些 這是我們買好的雙皮拿走出來的味道喔 因為如果像我媽等一下給大家做那種的話 它是屬於比較家常的 成本比較低 像我們這樣要去買的話 再買超大一包 然後再狂運到台灣 你也要運費啦 它本身那一包超便宜的 而且不同家的牌子是甜度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 我買過很多不同家的 然後自己做 然後做一大盆就這樣做不好吃 一張一張一張也扯給你啦 嘩好好好 好好 fixe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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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騙你現在的香味 跳給你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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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们再让它煮沸一下 然后我们要去准备拿一下我们用的那个小罐罐 在家里面呢,可能有遇到那个碗啊 就反正最好是有像这样盖子的 我们外卖都会有像这种盖子洗干净的留下来用啊 那我就就可以了 而且像这样,呃,我记得外卖是耐高温装肉豆浆的 好了,时间开地都来啊 我们可以把它关掉 就要断定 基本上呢,就是,其实这个是需要冷却一下的 因为家里有很多的碗,或者你在没有办法就这么高温啊 可是像我,如果像我用的这种,它就可以直接拿出来 就是捣进去了 因为它还很烫,你不可能把它捣到容器里面就直接放到冰箱 那太夸张了 这是为什么,其实我讲不清楚 但是我只知道它需要冷却才能放到冰箱 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导入我们的这个 处理备好的小班里面 然后放到旁边去冷却啦 冷却时间大概就至少要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 因为现在还是夏天嘛,我比一个小时差很多哦 好了,我们又来到了啦 如果是给家里的小朋友吃的话呢 就是可以让一小分一小分,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小朋友就很喜欢吃甜食 吃太多,很容易注意啊 如果你想要煮更多的话呢 你就可以按照这个 这个600克跟100cc的 600cc的水跟120克的双皮奶粉 然后来加倍的煮就好了 这个不要装满,要留一些空间了 然后因为我们到冰箱拿出来之后,可以上面夹以前吃的 那我留在空间,我只需要穿这么一圈 这碗好像够大 哎呀,好像刚了 我差什么都弄一点 我用倒的吧 这样装满的时候就要 嘿 有一些双皮奶粉,他还会说你知道加糖啊 就是可能他本身的那个奶粉当中他没有含那个糖 所以呢,你要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来加了 我是不建议加了太多 因为真的太冰了 太甜了,做得好啊 好了,我们现在给大家放静置一小时 在静置一小时的时候,还是稍微要盖一下盖子 怕有灰尘不会掉下去了 就装这样三分之二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准备切一些水果什么的 今天我要做的是原味双皮奶 所以没有准备水果啊 我们等它静置一个小时变得温的时候呢 就要放到我们的冷藏室里面去了 所以等一下吧 现在是晚上的21点22分 到我中午做的双皮奶 它已经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了 嗯 好了,我来给大家看我这个双皮奶的部分 它这个就是原味的双皮奶 有没有?很像奶酪 MARK有个小味的 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就可以了 你干嘛 好了,这个我们自己做这种用双皮奶粉做的 它就是比较简单 你看这样子 咬起来 咿咿咿咿咿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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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部分 我觉得它会很甜 我买的比较清爽 它比较没那么甜 如果觉得太淡的话 可以做完之后啊 就记得可以加点糖 然后这个上面 表面那层就是那个皮 咬不起来啦 还有呢就是 我们如果自己这样的软杯水果的话 你也可以加一点水果在上面 然后就是尤其是很甜的水果 然后这样这个双皮奶吃呢 就很甜 哎,还不错 好啦,这就是想要大家做的 特别懒 然后特别简单的双皮奶 下面呢 妈妈要给大家做家庭式的双皮奶 我们来开下去吧 嗨 你好 现在我们来做的是 家庭制度设的双皮奶 就是没有偷懒这个事情啦 首先要准备吃我们的鲜奶 这个是我们每天这个 特别有特别送的鲜奶 它是全脂的 如果你不喝全脂 就可以用脱脂的 你就选择你想要的就好了 就是鲜奶 记得要是鲜奶 一般的牛奶做出来效果也没那么好 然后可以准备一些你喜欢吃的水果 像这个是凤梨 然后那个是番茄 因为我们家球没有那么多水果 所以就这个 然后准备20克的白糖 再加上准备的是鸡蛋 要准备4颗鸡蛋 然后再准备几个碗就可以啦 还有呢 在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 记得我们要先把那个蒸锅 要先预热一下 那么下面请花妈开始做啦 首先呢第一份来做我们双瓶奶的第一层皮 因为双瓶奶一定是有两层的嘛 好那我们现在做第一层 把这个牛奶倒进去 我们平均一碗是220毫升的鲜奶 说超过也没有关系 那就是会不会太甜或太淡的问题 所以这是你的喜好部分 诶 如果这样不做双瓶奶 我一样不喝鲜奶耶 超不好喝的 从小对鲜奶有恐惧 鲜奶已经等好了 那也要不要忘记我们的锅要先预热 就是有烧开咕噜咕噜蒸的状态哦 还有没有就是有点冒烟蒸的状态 然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两碗鲜奶放下去 要小心一点哦 我们自己做双瓶奶跟我刚才做的就不太一样 它的过程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其实也很简单 好了我们要蒸到大概五分熟的时候 让它表面产生一层奶皮哦 来稍等一下 好的我们现在这个奶皮正在蒸了 好我们来准备一下其他的食材 现在我们要使用蛋清的部分了 那有几个蛋的蛋清吗 四个 四个就是一碗两个 一碗两个 哎感觉这个做出来双瓶奶就是热的耶 对 两个时候放冰箱应该也是真的 如果你不会分离这个蛋清的话 可以去买蛋清的那个分离器啊 倒下去就好了 因为怕有些人会手残 就直接蛋黄就下去了 味道会不太一样哦 那对于的蛋黄可以干什么呢 其实想干什么都可以 煎蛋也可以啊 就是挡固身比较高而已 或者说你要泡面啊 然后倒个蛋黄也可以 明天煎个蛋啊什么的 所以不要浪费哦 只要没有做蛋糕的计划 不然的话 我们就来做蛋糕 好了我们来打蛋清哦 我们要把这个二克的糖 要倒进去哦 慢慢的倒进去 如果你怕太甜的话 可以少加一点哦 真的要是要吃了 就要吃了 我做银子 也要吃了 最后一会儿 你会做蛋糕 就要做蛋糕 就要吃了 就要吃了 就是要吃了 就要吃了 这个那种 就是要吃了 就要吃了 就是要吃了 它就要吃了 好,我们这个蛋清拿好了 我要去偷看一下那个双皮奶奶 比起来没有 我听到咕咕咕咕的声音 好,那个小朋友乱开锅盖 其实还没有 再等一会 当当当当 你现在看到是透明的 我妈说那个锅盖你们看不到里面 它就去捞了一个别的锅盖 我们这个双皮奶的这个鲜奶的部分 已经煮到差不多已经很烫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取出来放凉 那我们准备了这个可以放凉的水 如果家里有冰水会更好 因为它凉得更快 因为要单等半小时 在这样的夏天等到火那么热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它端出来了 我来看,好烫 它的第一层奶瓶要在放凉的时候 它才会呈现出来 现在只是看到热鲜奶 好了 男的需要小心一点哦 也可以不用这种软啦 其实很烫 尤其是小时候觉得热鲜的时候啊 这个会很烫哦 因为它那个比较好装嘛 好了,我们现在就让它放凉一会儿 来看看它的第一层皮怎么起来的 好了,经过快一个小时的冷却了 来看一下有没有 这个表面的这层就是奶皮 所以我们要进行下面的步骤啦 下面我们要怎么用啊 把奶瓶留在碗底 把蛋清 把牛奶倒进蛋 就是要小心不要把奶瓶倒下去对不对 对,把蛋清留在 奶瓶留在碗底 可以看得到碗底 没有了一层皮 没有耶 要搬一层皮吗 等小米奶的碗底 嗯,就是一层皮 看到吗?一层皮 这个搅拌均匀之后要干嘛 再把它去蒸 这个是骨头 可以用的奶瓶 可以用的奶瓶 现在把它切得真好 这个是在碗底 这个是在碗底 然后帮奶瓶倒在碗底 然后把奶瓶倒在碗底 然后导入我们刚才准备的蛋清当中 你碗可以准备得大一点 我妈的碗太小了 再倒回来 还要倒回来 对倒回来再去蒸 用勺子将奶倒回原来的这个往里面去 搅拌蛋清后的这个鲜奶 这是奶瓶 我想时候超级不喜欢鲜奶的 蒸出来的时候就那个奶瓶觉得很恶心一定要挑掉 挑到我都不想喝 用保鲜膜 是防止在蒸的时候那个水气进去 对它水气进去 水就放起来 然后也不要蒸太满 最后会过来再蒸 好 好 最后会过来再蒸 你看到那个混合蛋清一块一块的 可就保鲜膜看一下 好 好 我还是给那个透明的盖子 小心手 好 这要蒸多久啊 只十五 十到十五分钟 好吧 再蒸十到十五分钟啦 好啦十分钟啦 好烫 好烫 好烫喔 你现在完全水 看那里面已经有起一层 但是看不太出来了 刚刚那水小心一点很烫 好烫 原来其实可以把那个枕都拿下来就好了 为什么这样断那么辛苦 都可以很烫啊 真的好一点啊 方法不对啦 你现在不能把它拿开是不是 很烫 然后这水起这么多 随随水把它拿下去 其实可以拿那个 盖子 拿针或什么东西 为什么 水就是要放它进去 哦 对了不能拿针 因为水就会进去了 不然它也可以 就是怕水 我帮你吹 太烫了 断出来 这个 这个不好解了 这个 所以到时候 我们再包保鲜 磨的时候 白白的一层 稍微冷一下 它就一层皮了 欸不会动是不是 可以摇一摇 可以摇一摇吗 可以啊 基本上就是 欸不会 就像蒸蛋欸 对啊 很像 把它在新面上一层水 嗯 稍微晾棉一下 嗯 嗯 哦这是热的双瓶啦 看来这个凉氧球 一样可以放冰箱 放冰箱一样帮保鲜摩 哎呀 嗯 至少你就可以加水果了 很热的 看你想要加什么水果都可以 就是你喜欢都会 也可以加一些那个甜品 就是因为你说 红豆啊 对对对都可以 就是你感到的喜欢 对 你要加什么都可以 你要加烤肉味也是可以 嗯 好了我们来加一下这个 刚才准备的 凤梨 嗯 另一个就加一个 另一个就加这个 一个颜色冲开一下 你看看吗 嘿 然后这个 用倒的吧 不好抓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家庭自制式的双瓶奶啊 然后没有就是大家记得你看哦 我还咬给你看 有没有 它跟刚才那个做双瓶奶粉做的还是略有不一样 这是家庭自制式的双瓶奶啊 如果你糖放比较多的话它会甜 那如果建议不怕吃糖的话 可以少放一点 你可以用比较甜的水果呢 来覆盖它的味道啊 那你喜欢吃冰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中冰一冰就可以吃了 这个双瓶奶做出来呢 你觉得它的保质期不会超过48小时 所以做了之后呢 就这样放冰箱明天一定要吃掉哦 好了 这是我们家庭自制的双瓶奶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这两种双瓶奶的话 可以帮我们订阅分享 按赞一下吧 记得开心小铃铛 下期在这 拜拜哦